生活里头最重要的是什么 是金钱吗 这是我们现在很多人被教导的价值观 然后有一天你发现你身边的人生病了 这个时候你知道 不管多少钱都换不回你身边亲人的健康 于是就有这么一个科技新贵 他跟着陶姐的路 跟着陶姐给他介绍的房子 和他得到绝症的妻子 两个人搬到身上去 盖起了三合院 群山簇涌苗栗三弯 冬天暖暖的阳光洒落在山口间 车子一路开进宽广三合院 只见男主人正在翠绿草坪上 跟狗一嬉戏 好惬意啊 七百坪的草坪全靠男主人黄建平每天自己除草 三合院的格局是夫妻俩最得意的设计 中间是大厅 两旁分别是孩子们的房间跟主卧房 极简的现代风格没有过多装潢 返璞归贞 而且以前像我们住都市嘛 都是住后天或楼房 你那个小孩跟你的坐骑时间不一样 鼻子会互相干扰 所以干脆三合院 全部我们讲类似分居的 其实老主公的小孩是很棒的 只是说因为现在肚子是什么 转进后院则处处可以看见女主人的巧思 挂在树梢上的一朵朵兰花 像是张开翅膀的蝴蝶 缤纷的色彩点缀 让空间更活泼更有朝气 一口天然景涌出清凉山泉 令人惊喜 不要 快来快来 快来远点远点 快来 拐个弯又是别有洞天 仿巴黎岛风的茅草凉亭 经常坐满席热好友跟邻居 嘘嘘山风吹来 听好友弹上一曲鼓针 幸福原来是这么出人意料的姿态 朴实的如此简单 大伙聊得几乎忘了时光 午餐时间到了 那就整颗拔了 等一下我看比较大颗的 可以啦你就从边边开始踩 慢一点 庭院旁的有机菜园生气蓬勃 罗曼高丽菜菠菜一株一株风反茂盛 你看我的菠菜是一颗一颗粽的 不是人家用傻的爱心粽的 露天的快炒区让屋子里减少油烟 十足的创意发祥 一席有介田园舞宴 全出自黄太太的巧手 现摘的罗曼叶 配上卤的超入味的牛肉片 新鲜青菜的爽脆 让味蕾舒服起来 酒足饭饱后 园子里结实累累的柳橙 是我们喝过最美味的果汁 外人看起来羡慕的退休生活 其实是需要放下的勇气 黄建平过去是新竹细品的高阶管理人 赚了很多钱 生活很优渥 在都市里还有一栋透天措 但是妻子却在十多年前 生了一场重病 让他决定要放弃打拼的一切 提前退休 搬到山上来生活 那我刚才就已经跑到四百多了 他是跟我说我这个很快 他跟我说我活不过五年 现在隔了有十年十一年了 我说我们在上班的时候 就好像说坐高铁 或者坐台铁 坐火车 从台北到高雄 你只要不停下来 你永远不知道台北到高雄 中间有多美的风景 人身像山 看山很高 其实爬起来不难 梦想看起来很远 其实很近 还应该关闻宽 我们下期见 就是另一天 我就是弓 我看你 我的险子 我就一个人 你 我看你 我看你 存在比较 我看你